大家好,我是Sana小康喬 我隔壁的是Alex,林德順 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的一首新歌 《差不多小姐》 我就邀請到Alex去做我們MV的男主角 其實都很特別 因為這首歌是孫文老闆幫我做 另外歌詞是林若寧老師寫的 整個歌詞都是我自己真實的經歷 我強烈要求公司給我一個男主角 而且一定要看到樣貌 因為之前的MV都看不到樣貌 而Alex這麼英俊 就一定要展示樣貌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身後的背景是一個香水店 因為整個MV都是圍繞著香水的故事 她就是香水的導師 教我怎樣做香水的過程 我就喜歡了她 就是一個暗戀的故事 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 因為裡面還有一支屬於MV的香水 遲些是真的會面世的 名字叫Miss Almost 就是我差不多小姐的翻譯 英文翻譯 我覺得今天可以參與你的MV很特別 因為今天我就飾演這個 perfumer 就學了很多關於香水的東西 例如其實香水是 好像你一首歌 其實是講一個故事的 就是你第一次聞到她是什麼感覺 然後你噴了下身 她有另外 就是好像劇情就去到中段 然後後來的大結局 就 after smell 是會怎樣 開心呢 或者是甜呢 或者是怎樣 所以我也覺得今次 你去設的一個香水貨這首歌 是很特別 都期待那個香水的味道 會不會跟這首歌相似 是暗暖的味道 一定要留意一下